昨天游戏更销后呢 又到了激动人性的抽精华环节了 然后你们就不出意外的 看到我抽精华的视频了 今天我们就有抽到的伊卡洛斯来一局游戏 虽然冒险家这次拖了 希腊神话与机械结合主题的服务 配安置了一双机械翅膀 那还是改变不了挖地的命运 一个优秀的挖掘机 都是从观察坐标开始的 尽管路途漫长 我们仍然不要忘记 放大缩小再复材再缩小 招而复始来回切换 然后一个世界就到手啦 直接把香香腿搜哈一关 显然下一个数据离我们还是安静的 开始挖地 没想到再妥妥来时不跑就算了 还在周末亏亏之下挖地 不明真相的妥妥直接掠过了我们 贼稳啦 我们再找下一个数据 直奔眼线电阶 搜哈搜哈 搞定 就在我喷下台电机时 两名队友开始神志步枪 双双博妙 我在悲痛之下盘后电机 开始救人 我们不接 先观察一下它怎么做 切个视角 偷偷手势 我们去治两大部同学 如果没瘦的话 没所发育 徒服前进 溜溜啦 从此是脊椎而来 砍到砍到 所以说你永远吸引不到一个对你没兴趣的兔兔 我观察一波 想兔友过来就可以帮忙盖个板 我们只要看好时机 这些有点智商的朋友都能辅助一波 显然是没办法再救了 不好意思 溜溜啦 其实就有一个大心脏 兔兔觉得十分开心 并一刀击倒了前方的队友 告辞 在这个过程里 三十不幸的进场中纷纷罗难 这还玩个球啦 随机我打开大门前去营救 赌门可还行 溜溜啦 这个时候直接玩跑必定要遭殃啊 不走位 两看队友被记得 只能放手一波啦 求生欲可以说是很强啦 再见